美国国务院3月10日宣布 国务卿布林肯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将在阿拉斯加会晤身为中共最高外事主管的 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这将是拜登政府执政以来两国首次高层面对面接触 这次会晤将在布林肯访问盟国日本和韩国之后进行 美国国务院的声明提到 这次会晤将在布林肯国务卿在东京与首尔 会晤我们在该地区的最密切的盟友之后 布林肯的日韩之行是他出任美国首席外交官以来的首次出访 美国国务院的声明中说 布林肯和沙利文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讨论一系列议题 但没有提供进一步细节 了解此事的美国政府官员向媒体透露 这次会晤中双方将就各自国内政治的希望和规划 和各自在国际地区和全球性议题上的目标交换看法 这位知情官员表示 讨论的议题将包括新冠肺炎疫情 气候变化 中共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和对台湾施压等分歧问题 以及中共对澳大利亚实施的未宣布的经济禁运 美中2加2高层会晤之前 美国总统拜登12日与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领导人举行线上会晤 这将是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举行的第一次峰会 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被视为平衡中共不断增长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国际努力的组成部分 拜登与习近平上个月作为国家元首首次通了电话 双方似乎在多数问题上都存在分歧 自1月份上任以来 拜登政府已经发出信号对北京采取强硬立场 认同川普政府得出的新疆地区正在发生种族灭绝的结论 不过 拜登政府官员也表示 他们希望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跟中共进行合作 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主任克罗宁认为 相较于华盛顿 中方希望双方会晤的心情显得更着急 美国选在与印太盟友见面及会谈后才与中共坐下来谈 克罗宁分析 这并不是要遏制中共 而是要在与中共对话前有更牢固的基础 有人会解读为这是增强谈判实力 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3月10日表示 他对美国国会大厦的持续高度安全感感到极度不舒服 并指出目前国会没有受到严重威胁 麦康奈尔1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 就目前的安全措施而言 我认为我们做得过火了 在建筑群周围安装这些帖子网 这是我想起了我最后一次访问喀布尔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丁 9日批准了国会警察的要求 将国民警卫队在国会大厦周围的部署时间 延长两个月直到5月23日 国防部表示 将有近230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执行此任务 支援人数大约是目前在现场巡逻的成员 约5100至5200人的一半 这5000多人原计划在本周末离开 国防部发言人约翰·科比 在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延长期限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执法问题 支持国会警察 在1月6日的示威者冲击国会大厦事件之后 国民警卫队被部署大厦周围确保国会安全 在拜登就职典礼期间 驻守的国民警卫队一度扩增超过2万人 同时官员们还在国会大厦周围设置了一个 顶部用刀片铁丝网覆盖的围栏 同时美国联盟调查局9日发布了一段新镜头 一名男子涉嫌于1月5日美国国会冲击事件前夕 在华盛顿放置自制炸弹 FBI希望借此收集其身份信息 视频显示了美国首都几个街区监视摄像机 捕捉的嫌疑犯镜头 该男子身着黑色长裤 但他的脸被头巾 口罩和墨镜遮住 他戴着手套 手里拿着背包 FBI之前发布过这名疑犯的照片 特别放大了他所穿的运动鞋 并悬赏10万美元奖励任何提供有效信息的人 这名男子涉嫌在国会两党总部附近放置自制炸弹 炸弹没有爆炸 其目的可能仅限于在冲击事件之前 将国会警察挡在门外 前美国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3月10日接受采访 谈到拜登政府的边境政策 外交政策 以及中共的威胁 蓬佩奥表示 拜登政府正抛弃前政府所有好的工作 以及强硬的外交政策 他谴责拜登对中共没有采取充分的应对行动 而且还试图安抚伊朗 蓬佩奥接受福克斯采访时 谴责拜登总统废除川普时期成功的移民政策 从而在南部边境引发了非法移民问题 蓬佩奥说 这个政府抛弃了我们所做的所有好的工作 蓬佩奥表示 前总统川普的边境政策 有效地阻止了非法移民 拜登嘴上说不要让非法移民来 而实际上是在鼓励他们来 此外 蓬佩奥还表示 他对拜登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举动感到担忧 因为拜登政府已经采取了安抚伊朗的行动 并采取了其他不充分的应对措施 拜登本周将与澳大利亚 日本和印度 举行四方同盟援手视讯会议 讨论中共的行动 蓬佩奥说 他对此表示高兴 但同时也表达了他的担忧 蓬佩奥说 对这些领导人来说 一起开会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 但比他们聚集在一起更重要的是 他们实际会做什么 采取哪些行动应对中共威胁 他强调 川普政府一直在强硬地对待中共 蓬佩奥说 川普政府无所畏惧 他们是第一个对抗中共威胁的政府 对抗他们对香港人民采取的行动 他说 希望四方同盟的领导人 发表联合声明并采取行动 向中共明确表示 中共对待维吾尔族少数族裔的做法 及其其他行动是不可容忍的 如果中共继续这么做 我们将让他们付出真正的代价 在谈到新冠病毒起源时 蓬佩奥敦促拜登政府做正确的事情 蓬佩奥说 发生的疫情掩盖是大规模的 故意地故意伤害全球 蓬佩奥在任美国国务卿期间 曾多次指责中共掩盖疫情 中纪委近年来成为中共反腐的重灾区之一 前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曾多次提到 纪检系统中有内鬼 中共官方的 《中国纪检监察》杂志 2021年第五期 发表了学习习近平 关于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文章 文中披露了中共十八大以来 中纪委查处的十大内鬼 文中罗列了中纪委查处的十大内鬼 包括中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原主任魏健 魏健是中共十八大之后 中纪委机关首个被调查的厅局机关员 曾参与查办过薄熙来案 戴春宁案等多起大案要案 最终魏健因受贿罪破刑15年 此外还有中纪委法规室原副局级纪律检察员 监察专员曹立新 中纪委第六纪检检察室原副处长袁卫华 中纪委第八纪纪检检察室原处长袁一峰 黑龙江哈尔滨市委原副书记 纪委原书记江国文 中纪委第十一纪检监察室原副局级纪律监察员 监察专员刘建盈 中纪委第九纪检监察室原副主任 原证局级纪律检察员 监察专员明玉清 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张化为 辽宁省纪委原副书记 省监委副主任杨熙怀 吉林省纪委副书记 省监委副主任邱大明 2016年底前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在江苏召开的纪委书记会议上披露 十八大以来 纪检监察系统共处分7200余人 处理2100余人 这些内鬼有的通风报信 通过泄露案情秘密来换取利益 有的充当政商前客 有的通过给地方政要打招呼 获得工程项目 或为他人谋官职等等 无奇不有 港媒2017年披露 全国纪检系统压下的不回复举报材料 已超过500万份 100年也处理不清 中共官媒新华社3月8日报道 2020年审结贪污贿赂 独职等案件2.2万件 2.6万人 其中中管干部有12人 其中原陕西省委书记赵正勇 被判处死刑 终身监禁 前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赖小明 被执行死刑 全球新冠疫情持续 各国积极推动疫苗注射 中共不断输出疫苗进行疫苗外交 但本国的接种率低下遭受质疑 中国国药集团3月10日表示 旗下研究所研发的两款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已开放给60岁以上的民众接种 官方宣称 目前年纪最大的接种者已将近100岁 据中央社报道 国药旗下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总经理助理王泽云 3月10日在官媒央视的节目上表示 国药两款经中国药监局核准上市的灭活疫苗 已经用于接种于60岁以上的民众身上 他进一步表示 根据国药的资料 目前年龄最大的接种者将近100岁 据此前报道 国药集团新冠疫苗的接种年龄限制为18至59岁 然而近日 率先接受60岁以上民众接种疫苗的香港 传出多起接种后死亡的案例 一届出现暂缓高领者接种的呼吁声 香港电台报道 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波良9日表示 香港可参考澳门的做法 60岁以上的民众如要接种疫苗 据需要经过医生的评估 并安排在统一的医院接种 由专责人员提供协助 何波良并说 由于灭活疫苗的60岁以上民众 接种数据不足 因此建议60岁以上民众若要接种 选择性使核糖核酸疫苗 中国专家钟南山近日披露了一个十分严峻的数字 只有3.56%的中国人注射了新冠疫苗 不仅远远低于美国 以色列 英国 比欧盟也低得多 欧盟理事会主席米什尔 3月9日表示 中国人接种的比例让人感到非常疑虑 中国近期公开的另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公职人员对自愿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也并不积极 北京公务员自愿接种新冠疫苗的比例不到74% 美国制药商李莱3月10日表示 该公司针对新冠病毒的联合抗体疗法 可使住院和死亡风险降低87% 路透社报道 该公司这一说法是基于一项 针对750多名高危患者的研究 这将处于后阶段的二次大型研究表明 巴姆兰尼丹抗及伊特塞维丹抗两种抗体联合使用 可有效治疗轻度至中度新冠病毒患者 在于1月份发布的之前研究中 该公司使用药物剂量更高 使住院风险降低70% 美国监管机构在2月授权该联合疗法 用于12岁及以上的新冠病毒潜在重症患者 并在当月同意购买至少10万剂量的联合疗法药物 欧洲监管机构于3月批准期使用 监管机构去年授权巴姆兰尼丹抗单独用于对抗新冠病毒 斯科夫·隆茨基表示 联合疗法的好处就是 向受体提供更大保护以免感染新冠病毒变体毒株 最初在英国发现的新冠病毒新变种 已经在美国多数州现身 预计将进一步主导美国疫情 根据研究 该变体不但具备高度的传染性 而且也更致命 白宫首席医疗顾问安东尼·福西 9日警告说 美国疫情恐再度飙升至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他还说 美国现在正在评估本土变种的影响 包括巨性源自纽约的变种 据纽约时报报道 这种名为B1526的变种 正在纽约市迅速蔓延 该毒株携带着一种突变 可能削弱疫苗有效性 目前美国已有辉瑞和莫德纳两剂疫苗 和强生一剂疫苗 在向人们提供接种 以来首席科学官丹尼尔斯科夫·隆斯基表示 以来准备在未来几个月内 生产100万剂量的联合疗法药物 同时还在积极谈判 以向全球各国政府提供治疗方案 好了 以上是本期《妄为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